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东汉末年,位属无三国鼎立,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成就了很多传奇人物和精彩的故事。 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请到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 不过想要在残酷的天下争夺赛中立足,单靠智囊团和军师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骁勇善战的将领和士兵。 显然蜀汉阵营并不缺乏这样的人才,刘备手下的名将魏延曾多次立下战功,颇受信任和重用,他的贡献并不比诸葛亮要少,也非常忠心。 可惜魏延最后却因为反叛之罪,被杨夷所杀,为何他最后会走上谋反的这条路呢? 事实上,关于魏延谋反之事,很多人一直以来都被三国演义误导了。 小说的第53回,黄中被长沙太守韩玄怀,以理通外敌,要将他问斩, 结果被魏延救下。 诸葛亮得知此事后,认为魏延生有反骨,日后必定会反,于是下令处决他。 信号刘备再三劝阻,他才得以保住性命。 虽然侥幸逃脱一死,但是魏延却变成了小说中的反派,成为印证和衬托了诸葛亮审计妙算的一个逆贼。 不过事实上,罗冠中在塑造魏延这个人物形象时,并没有遵从史实。 根据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记载,魏延当年只是一心想要除掉对手杨怡,并没有反叛蜀汉之心,后来也是因为遭到杨怡陷害,才被以谋反的罪名处死。 如果说魏延没有谋反,也并不完全正确,他最后的确是违背了诸葛亮的遗愿,与整个蜀国作对,一步步走上叛贼的道路。 虽然魏延被唯以重任,受刘备之托辅佐流禅,但是却始终被军师诸葛亮强压一头。 如果说他最后的所作所为是谋反,那恐怕与诸葛亮脱不了关系。 对于蜀汉来说,北上乏位是最主要的一步棋,刘备在世时也多次与诸葛亮商议并附助行动。 魏延本人自然也非常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展现自己的能力。 于是每当出征前,他都会向诸葛亮请命,表示自己愿意带兵出征。 但奇怪的是,无论魏延怎样恳求或者出谋献策,诸葛亮都会以各种理由来搪塞他。 如果说,诸葛亮仅仅是出于谨慎才会这样做,恐怕有时偏颇,因为魏延的谋略和军事才能还是非常优秀的。 诸葛亮第一次出齐山时,魏国的将领夏侯帽是因着翁旭关系才获得了驻守重要边防地区的职位,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能力。 魏延得知后,认为这是个突破口,如果能够趁机攻打此地,必定能够有很大的收获。 于是魏延向诸葛亮请示,希望能够给他5000士兵和足够的粮草,并且承诺一定可以攻下长安等地。 但出乎意料的是,他所提的建议再次遭到了否决。 就今天来看,如果当时诸葛亮采纳了他的建议,成功的几率非常大。 魏延带兵进攻,草批的军队必定无法及时赶到,此时诸葛亮在带兵前往支援,拿下长安将会如探囊取物。 后来魏国采用了类似的战略灭掉了蜀国,更加证实了魏延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 其实以诸葛亮的智商和头脑,不难判断当时的形势,也应该清楚魏延的提议是非常明智的。 至于为何没有采纳,如果不是另有考虑,恐怕是担心魏延立下战功,地位提高,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利。 当然可能诸葛亮并无此意,但他的态度和反应的确不正常,也对魏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魏延看来,诸葛亮非常胆小,才使得自己无法建功立业,一直处于壮之难愁的状态。 长时间的打压和限制,令魏延心中一直愤愤不平。 他认为自己志勇双全,完全可以独当一面,只是始终得不到诸葛亮的肯定。 诸葛亮在临死前,也要处处限制着魏延,他也无可奈何。 俗话说,兔子急了也要咬人,诸葛亮病逝,一直被打压的他终于爆发,再也不愿意听命于任何人。 魏延虽然有极强的军事能力,但是在为人处事方面却非常欠缺,与大臣之间的关系非常差。 他非常自大,而且是财傲物,根本不把别人看在眼里,也几乎没人敢惹他。 但这并不代表所有人都会屈从于他,杨仪就是其中一个。 这样的性格使他遭到了周围人的排挤,也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失败,但是他却浑然不知。 想必诸葛亮也是因为考虑到他行事急功近利,目无章法,之前才会处处打压他。 孙权曾说,杨仪,魏延,树木小人也,虽常有明废之意于实物,然既以认知事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 在第五次北伐时,诸葛亮病情加重,预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他秘密召集了杨仪、费一、姜伟等人,但是唯独将魏延排除在外。 此时的魏延被任命为先锋,还在战场厮杀。 这次的秘密会议显然是要安排后世,诸葛亮之所以要避开魏延,是算准了他绝对不会听自己,因此直接跳过了他。 诸葛亮的安排会是什么? 他要求蜀军放弃北伐,准备从魏国撤军,让魏延断后,如果魏延拒绝听令,便不再理会,直接撤退。 杨仪在诸葛亮死后,密不发丧,他派人去魏延那里打探消息,被蒙在鼓里的魏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入了一个圈套。 一心想要北伐建功烈业的魏延拒不听令,他认为不应该因为诸葛亮去世而放弃大业,况且让他听杨仪的话断后,根本不可能。 于是在杨仪等人后退时,他便日夜兼程,赶在杨仪的前面,还处处设限,烧毁战道,阻碍其回程,表示自己不是在断后。 魏延只是不想听从杨仪的指挥,认为非常丢面子,也不符合自己的一关作风。 一向自负的他,无论如何也要和杨仪对着干。 但是可以看出来,他并没有背叛蜀国的意向,只是单纯不服杨仪,不想听命于他。 这正是杨仪想要的结果。 如此一来,他便可以趁机将谋反的罪名安在魏延头上,也就造成了后来魏延谋反的假象。 一向目中无人,狂妄自大的魏延,此时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终于开始拉拢朝中大臣。 可惜,由于没有任何经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所有人都站到杨仪一边。 杨仪和魏延几乎同时向刘缠告对方谋反之事。 本来就毫无主见的刘缠,根本无法判断谁对谁错,于是将判断权交给了诸位大臣。 这一决定也直接将魏延推入万劫不复之地。 所有的人都认为魏延有谋反之心,根本没有人出来为他辩解。 所谓强盗众人推,大概就是如此吧。 然而此时的魏延却毫不知情,自己已经成为了反贼,一心想要杀了杨仪发泄自己的愤怒。 魏延率领自己的军队与杨仪交战,但是杨仪却是领命捉拿反贼,性质完全不同。 他主动出击,在外人看来就是谋反。 两军交战时,杨仪一方的将领出言斥责魏延谋反。 他的士兵一听,吓得落荒而逃。 虽然魏延并不是想要谋反,但却真的有实质性的谋反行为。 即使这不是他的本意,也无处可诉,最终被杨仪斩首,含冤而死。 整体看来,魏延谋反一说并不妥当,如果他有谋反之心,大可在北伐时投诚魏国,何苦回国送死。 他只是被杨仪等人诬陷,才会背上了谋反的罪名,最后落得一个惨死的结局。 多半是性格的原因,他太过骄傲自负,不懂得人情世故,更不会维系政治关系。 如果当初他能够实误,听从诸葛亮的安排,恐怕最后也不会被谋反。 为何说魏延不是真谋反呢? 首先,刘备十分信任和器重魏延,魏延在蜀汉也一直官路亨通,步步高升,没有造反的必要。 据三国志魏延传记载,魏延是作为刘备的布曲,随刘备第一批入属的将领。 布曲是什么?布曲就是嫡系和亲信,就相当于蒋介石的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而魏延就是刘备的黄埔第一期学员。 其次,魏延对蜀汉赤胆忠心,更是一个坚定的抗曹分子。 为什么这样说? 据三国志魏延传记载,在刘备册封魏延为都汉中镇远将军之后的一次大会群臣的宴会上,就问魏延, 今未亲以重任,亲居之欲云河。 魏延的回答很干脆也很忠诚,他是这么说的, 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若曹操举十万只种之,请为大王吞之。 作为一个酒精沙场,智勇双全的蜀汉名将,魏延不可能蠢到都要造反了, 还不实现统一手下将士的思想,搞好战前动员。 魏延的行军路线不符合造反的逻辑,这也是证明魏延没有谋反的最有力的证据。 魏延的军事才干,他不可能不知道,就凭他手中那几根葱几头蒜,想要造反,岂不是天方夜谭。